來來來 這個 宇昌齁 你要挑戰一分鐘嗎 不 比較好了啦 應該他的題目比較充實 我來請他喝牛肉湯 還是沒有畫面 來啦 老招啦 快點 有問題是剛剛直接沒有畫面 來不及了 來啦 來啦 我 就放上來吧 發揮台灣人刻苦的精神 等一下 4分鐘可以 差不多不用了 好 謝謝 我是宇昌 麥克風 麥克風 等一下 喂喂 好 我是宇昌齁 怎麼動到了 有誰可以幫我錄一下 他會自己動 好好好 那我代表GDNV來佔領一下義士台 那現在大家都知道 電視網路一邊一國 那如果你是一個月聽人的話 你沒有辦法去影響到電視廣播和報紙這些東西 所以呢 我們現在可以用網路的方式去把我們的訊息推送出去 去改變這個社會跟這個環境 但是我們影響不到 我們需要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所以我們在網路上可以看到呢 大浦晉級的政宏 然後 好黑好黑的國防部啊 還有永遠狀況外的福茂協議 還有一個找不到方向的政府 那俗話說得好喔 舉頭三尺有鄉民喔 這年頭大家都靠PD爆料來辦案 然後靠FB來看能具有組織的消息 然後自己做懶人包 然後自己把事情編上wiki 但是有些東西叫版面啊 隨著時間經過喔 佔有表面的比例會下降 那鄉民是健忘的喔 當工作繁忙 新的事情又跑出來 那很容易就會忘記 然後就會老天賜語的機會就會出現了 冰淇淋還站著喔 房屋已經倒了 再想想喔 你還記不記得這些東西 毒澱粉 你還記得嗎 林醫師 官場工人 其實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啊 民主不是投票動算啊 那所以脫江的政府來自於 未盡責任的鄉民 我們大家都有一份責任 那為了避免事情失交 所以我們GTV的人 發起鄉民關心影的計畫 然後專制將鄉民健忘症 幫助鄉民不失交啊 那我們需要一個地方 整理議題的相關文件 事件脈絡 和自己可以自動生成懶人包 然後你可以在上面看到 比如說這個是 是吳敦義的笑話大拳擊喔 你可以看到一個事件一個議題是怎麼樣去發展的啊 那我們也需要一個地方 匯集民去喔 弄起連署專題報導 參加公聽會這些 然後需要一個地方追蹤政客 和我們的政府做事情的進度 然後你可以在上面做筆記 發起活動或者是給自己一些 一些action point 或者是抵制的東西這樣子 可是我們做得還不完整 現在目前呢 還在UI設計的階段喔 所以還有很多主繁不及被窄的專案喔 比如說有個專案 剛剛我才聽說 名字就叫世界奇觀喔 登登 啊我們需要更多村民啊 因為我們需要木頭啊 一個人不夠 請大家一起來幫忙分身法術 呵呵呵呵 這邊引一下這句話 自己動手奉音祖史 這句話送給做做open source的各位 順路廣告 8月10號 我們會舉辦第四次的國民大會黑客松 歡迎來找我們 然後呢 We want you to contribute 然後我們是一小群別有用心的偏激份子 希望有一天我們也可以佔領凱道 好 謝謝大家 好 OK OK 不要被假那 喔 .